这是一封我写给四川的家书 感谢四川给我的养分 让如今的我有能力 用双脚丈量祖国的宽度 一月上旬 辞旧迎新之际 来自台湾的视频博主林子军 在2020年度总结中 向四川申请告白 26岁的林子军来自台湾高雄 两年来 这位自称僧哥的台湾青年 在大陆创作了近200条视频作品 涵盖大陆日常生活 旅游景区 扶贫 公益直播带货等 他用双脚丈量着大陆 也为台湾朋友 细心讲解着两岸的共性和差异 林子军自幼学习京剧 十几岁开始 每年暑假都要前往北京 去戏曲学院交流学习 2015年从台湾毕业后 林子军进入传媒行业 做节目编导 但两三年后 即进入瓶颈期 了解到大陆近年来影视行业蓬勃发展后 他决定来大陆看一看 最主要就是 大陆这几年的 不管是影视 娱乐 电影 媒体 新媒体 它的发展都得好 我看到很多的节目 所以我就想来大陆看一看 跟这些老师们 他决定来大陆看一看 他决定来大陆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2018年10月 林子军来到北京后 他继续从事老本行 磨练自己的业务水准 为了能让关心自己的朋友 了解自己在这边的生活 林子军决定做视频博主 并将自己的视频定位 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两年间 林子军来到成都创业 也长期在北京工作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令林子军印象最深刻的 是大陆不断推进脱贫攻坚 我觉得印象最深最深的 就是脱贫这件事情 我认识一个基层干部 在贵州 然后就30多岁 满头白发 就你可以看到 他是很认真的 在解决贫穷这个问题 而且他是很认真的 在为人民服务 我发现这件事情 它不是口号 它是一个实打实的去干 而且所有的基层干部 是真的非常用心 如今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 林子军已经累计了几十万粉丝 森哥这一称呼 在圈内意义小有名气 对于自己的影响力 他有自己的清醒认知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是 让他们真实的去了解 然后 即便的话 我只能影响少部分人 我觉得也很值 我觉得我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